妳好 我們這邊剛好有人想跟你聊 有香香的 妳這一行剛好是點點最喜歡的 看不出來嗎 今天你早起高點 有九仔在門口放到 請大家愛注意 妳台語講得這麼爛 以後可以不要這樣講台語嗎 心部裡辦公處報告 還有這種事啊 說這樣啦 紀詠欣 禮財 紀詠欣 辛苦了 好年輕喔 太年輕了 正妹… 怎麼會這樣 對啊 這個有香香的要分享 來… 出來我一看我就知道 妳這一行剛好是點點最喜歡的 真的… 果然是大哥 生我所父母 自我所憲哥 對不對 老婆當里長什麼 把妳打點到好好 對… 對不對 來 點點互相認識一下 妳好… 漢年哥好 靠近一點 你們站越遠 她的餘尾紋擠出來 代表她緊張了 平常有什麼興趣嗎 非常喜歡看電影 看電影 一樣 我也是 她有演電影 我的麵包快 對… 我的愛的麵包魂 愛的麵包 她自己都忘了 我也喜歡看電影 是… 有去過那種MTV嗎 不可能 一切都因為MTV太噁了 沒有啦… 前的那個年代 她這一里算小里的 2440的 2440人左右 怎麼會突然間 妳也是第一屆 也是打敗六屆 這六屆的老里長 是 里長剛好 沒有… 她是從她先生開始 然後再到她 他們總共做了 24年 對 六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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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不容易 當選的時候 差了幾票兩個人 那時候贏了100多票 很捨勝 那很精采 你覺得你勝出的關鍵是什麼 對 看不出來嗎 對 對 一定有那個服務 對啊 妳服務的 那時候的拜票就是 每天早上都站巷口 然後晚上也會去 對 挨家挨戶去拜訪 2000多人 一天拜訪20個 很累耶 妳要100天 妳競選大概用了 大概三個多月 差不多 就是那個期間 真的每天都在走訪 我是不是很了解對不對 憲哥很厲害 不是 她不是說那個嗎 翻嘴… 翻嘴… 翻嘴啦 翻嘴 我忍不住 你自己前面聊又來 忍不住 我是一搞啥的 MTV 她剛出來她的抱怨是什麼 妳還記得嗎 記得 記得 妳說 等一下 生日快樂 對 妳可以祝她生日快樂 但是不能買蛋糕給她 對 不能自掏腰包買蛋糕 妳下次可以跟點哥說 他幫妳買 我可以 我可以祝妳 生日快樂 買蛋糕給妳都OK 謝謝 謝謝翰年哥 對 妳就一絲一絲 一絲一絲買一個杯子 蛋糕給她就好了 那個是一個阿姨 她就有一天遇到我 跟我說 里長 我這個禮拜生日 妳可不可以送我一個 生日蛋糕這樣子 我就跟那個阿姨說 阿姨 我們禮上有兩千多個人 如果每一個人生日 我都送她蛋糕的話 可能沒辦法 對啊 我就跟阿姨說 阿姨 我可以祝妳生日快樂 這樣子好不好 幫妳唱一首歌 對 祝妳生日快樂 要送妳什麼呢 送妳回家 那也很好啊 送回家 謝謝詠希 來… 請坐… 來 連成禮報告… 阿姨 不好意思啦 你家的樹不是我砍的 可以不要到處去跟別人說 我砍你的樹嗎 有這種事 歡迎李品鈞提早 來 來… 李品鈞 你好… 李品鈞 李品鈞 你好 你好 我們這邊剛好有人想跟你聊 有香香的 有…香香的 你一站出來我就知道 妳是點點最喜歡的那個 不是 自我者父母 自我者憲哥 不好意思 先不要聽… 這跟翻臉了… 有什麼話想講 這種男人 不要小心 變心 變天還快 等一下 我什麼都沒講 是你先講的 還是要小心 謝謝漢典哥 謝謝 下面一位 好人卡 對…好人卡 沒有… 妳這個當第幾屆了 第一 第一屆 那很新鮮耶 怎麼會有人說妳砍她的樹 她有天那個阿姨就跑來辦公室大罵 然後質疑我說 妳為什麼要砍我家的樹 妳為什麼要砍我家的樹 然後我了解狀況之後 那根本就不在我的里上 然後也不是我砍的 但是她卻到處跑去跟我的里民 然後附近的里長 還有議員的服務處 告我的狀 這麼嚴重 到底要怎樣 是什麼樹 就是一般那種小樹 也長不高的那種 對啊 小樹 但她最近又開始了 跑到我的里長加按電鈴 說為什麼我們的里長 要把我的樹砍掉 樹小也會有枯枝 對不對 人小也會有枯枝 也會有枯枝 還是有例外 本身完婚了嗎 還沒 還沒 妳有男朋友嗎 沒有 那太剛好 請聊… 很爛一點 那個平均 對 就是說 好爛喔 好爛喔 我們都放你都這麼天賦了 妳什麼星座 天秤 巨蟹 天秤巨蟹 好像還好 還好 還好 我再問看看搞不好有核的 好不好 巨蟹 有時候緣分很難講 可是巨蟹 巨蟹是吧 星座一對那話 火花出來 對 幫我看一下 妳是什麼星座 不要亂問他 不要亂問他 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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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0號 7月 巨蟹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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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家好難人 我哪先馬上講 妳什麼星座該不會是天蠍吧 憲哥怎麼知道 我長大了 天虛跟天秤 敢愛敢恨 之前就遇過一個黎明 他就聯絡我 然後跟我說要找我開會這樣 找妳開會 對 他就自己帶了自己的iPad跟電腦過來 然後就自己剪輯了一段影片 那裡面就是各種狗狗 他就開始跟我介紹了 來這一隻柯姬是一個男主人 那這一隻黃金獵犬 早上是男主人 下午是女主人帶 什麼意思 就開始跟我介紹 就是這些狗狗會在牠們家門口 或是車子旁邊便利 對 牠自己蒐證完畢 對 牠自己在家門口裝了那個監視器 開始造這些 牠很有邏輯 牠還整理好 對 牠整理好自己剪輯 今天來給我這樣子 然後牠就在開會的這個過程中 就跟我說 Lisa 我們這個會議我可以錄音嗎 我就說好 可以錄音 那就從頭到尾 牠就按這個錄音鍵 那我們討論完之後 接受牠還寄了一個會議記錄給我 好認真 對 很認真 然後像之前 我們還有遇過一對夫妻 那這對夫妻其實就是 感覺上 牠們有一點點刻意的 想要刁難的感覺 像牠的太太 就是在有一次我廣播完的時候 打電話來罵我 說你台語講得這麼爛 以後可以不要這樣講台語嗎 牠就跟我說 就是請我以後可以先跟會講台語的人 練好 練好 再來講這樣子 不然妳說一個台語 聽好嗎 妳跟林大哥 林大哥 說那個糕子的事妳跟她說一下 糕子 廣播開始 好 來 謝謝大家 OK啦… 那人家不是丟奶 人家不是丟奶 可以啦 我就講得很好 平均 來 就有一次有一個阿姨 就來辦公室跟我反映說 巷口的紅色警示燈 往她家的窗戶找 然後害她一直生病 然後甚至讓她看到鬼 身體越來越不好 很荒謬 警示燈是做什麼用的 就是巷口要跟大家說 這邊可能會有車子出來 閃黃燈那種 對 太陽的那一種 妳家裡門口幫她 那個裝個太極嘛 對啊 八卦 避邪的 她家窗外全部都八卦 我有去看 全部都八卦 因為我有幫她會看 會看處理她這件事情 不然她一直一直來 然後裡內也會有很多 愛貓們 人士 然後就固定在餵野貓 導致野貓到一個時間點 不是 會群聚 然後 群聚 半夜的時候 就會在裡面的屋簷上踩踏 然後就打給我 說第一掌 抓貓囉 群聚又踩踏 抓貓 群聚才 PPE 聽起來滿可愛的 對啊 有貓那怎麼辦呢 貓就會知道 可是貓不會在那邊等我去抓 我去了貓可能也跑 那又要找那個 沒有 這個要找阿咪老師去處理 是嗎 真的 所以你看裡面的工作 非常地煩 而且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